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部韩国惊悚悬疑篇火车 男主文浩和未婚妻善英 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于是两人在结婚前一同返回老家看望父母 在途中休息站时 文浩去买咖啡 返回后发现善英不见了 车也没有熄火 车里的东西也没拿 文浩着急忙慌的在休息站寻找着自己的未婚妻 文浩找遍了整个休息站 也没有找到善英 文浩只好找到警察寻找自己的未婚妻 但警察是一副轻妙淡写的态度 这让文浩很不满 文浩回到家后也没有发现善英 却看到了家里被翻得很乱 善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 照时文浩的朋友打电话过来 说到他在帮善英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善英有因为过多的银行贷款而破产的记录 他给善英打过电话询问此事后 善英就失踪了 善英身边也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文浩来到善英上班的地方了解情况 经过一番查找 善英的入职资料都是假的 文浩又来到银行贷款中心这里询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知善英曾经领过一笔保险金 文浩又发现贷款申请书上的自己和善英的自己不一样 文浩拿出善英的照片给工作人员看 却发现未婚妻根本不叫做善英 很可能是未婚妻盗用了善英的名字 心急如焚的文浩 委托曾经身为中案组警员的表哥宗根 带为寻找自己的未婚妻 于是宗根来到文浩家里收集善英的指纹 发现指纹被清理的一干二件 宗根又求助同事的帮助查到了善英居住的地方 可惜来晚了一步 善英已经搬走了 根据房东的描述 善英在离开前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东西都没来得及搬走 宗根从善英留下的东西巡扰线索 推测出善英可能患有皮肤病 接下来宗根根据这条线索走访了很多医院 发现善英从8月份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 仿佛人间蒸发 宗根告诉文浩 善英的所有信息都是伪造的 他可能杀死了真的善英 拿走了保险计 甚至杀死了真善英的母亲 文浩不相信这些 情绪非常激动 晚上文浩翻看与女友在一起的照片 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弄清楚未婚妻的身份 第二天文浩来到善英的老家寻找线索 结果被当地人当作坏人报答 文浩喊是愤怒 替换了车的后视镜 并大喊这是为什么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好在误会都解除了 文浩拿出女友的照片 当地人都不认识 但从善英的同学口中打听到 善英使用过的化妆品的运输车 总跟抱着适适的态度 跟随运输车来到公司 没想到在公司照片墙上发现了善英 原来善英的真名叫小花 小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因为登记会员的原因 认识了善英 随后又从小花前锋那里得知 小花是因为父亲欠下高利贷 家里还不起 是家里人跑得跑死得死 他是看小花太可怜了 才娶的小花 由于被高利贷的人找上门 两人的生活有了变化 无奈两人离了婚 之后小花又被抓去做了妓女 还生过一个孩子 但孩子由于有先天性心脏病去世了 文浩知道女友的情况后 不想再查下去了 但在回去的路上 文浩接到了善英同学小美的电话 小美告诉文浩 本来两人决定拿到保险金后去旅游 但善英却没了消息 总跟问他 那时有没有听过善英说过什么 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小美说 善英告诉他 自己身边老有人打骚扰电话 信箱也总被人打开 信件也被人阅读过 随后在小美的手机里 发现了善英和小花的合照 总跟认为 小花是故意接近小美的 因为小美是独具 朋友也很少 杀掉她 取代她也不会引起人